各位国学堂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论语言缘篇》第九节的话 卢埃公问孔子说 年纪,咱们今年的收成不好 用不足,国家的用度不够,如之河,怎么办呢? 然后有若回答说 何撤乎,何不实行撤乏呢? 古代的赋税有个名称叫撤底的撤 大概是收十分之一的填付 因为古时候国家政府的支用呢 都靠老百姓纳税而来的 然后罗埃公就感觉很奇怪 怎么可以这样呢? 现在抽十分之二都还不够用 怎么可以实行撤法呢? 有若就说了 百姓足均属于不足 百姓不足均属于足 意思是 如果百姓的用度够 你怎么会不够呢? 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 你怎么用会够呢?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 现在这个收成不好 如果你想要增税的话呢 不行 那百姓会越来越吃不消 经济会更萧条 然后百姓就会对政府 离心离德 那个时候 你到哪里去征税呢? 现在不是增税 反而是减税 因为现在啊 生活不好 年收成不好 你一减税呢 百姓生活就安定一些 这样安定一些呢 百姓的生产能力就增加了 百姓的生产能力增加了呢 就开始富足起来 老百姓开始富足起来 那个时候 你收税 你还怕国家不富足吗? 看来啊 这是一种长远的眼光 不能只顾眼前的 做公务员也好 政府也好 不能只顾眼前 谁能在州亦能复州 如果水都干了 那你大船还能航行呢? 现在收成不好 你还要加税 增税 让百姓的水都干了 那你就不能航行了 所以啊 咱们做任何事 特别做领导的 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 所以你把减税 当做是投资在百姓身上 要有这样长远的眼光 才能够长治久安 现在我们来看第十节 紫章问崇德变祸 四个字 崇德变祸 崇德呢 就是增加德行 变祸呢 就是辨别迷惑 这两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一方面我们要增加德行 一方面呢 我们要辨别迷惑 孔子就说了 主忠信 要以忠诚信实为原则 什么叫主忠信呢 忠啊 就表示做事情尽心尽力 不管是自己国家 别人的事 事情都好 尽心尽力 这是忠 对信仰绝对忠实 也是忠 那信呢 就是自信信人 对自己有信心 和人之间也互相信任 做人很厚道 主忠信 喜意 什么是喜 什么是喜意呢 喜意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就去做 一辙一也 合情合理 应该去做的 就去做 这就是喜意 那孔子就说了 你做到了中 做到了性 又该做的事情上呢 努力去做 你的德行啊 就会增加重得也 接下来他提到一个极端 他说有些人会走一个极端 爱之欲其生 恶之欲其死 有的人呢 爱你的时候呢 就认为你说的都是对的 看你什么都舒服 觉得你什么都好 就好像有些领导人呢 对某一个人很喜欢 一步步的把他提拔上来 有一天恨他的时候呢 恶之啊 欲其死 就想要把他干掉 男女之间有时候关系也是这样 爱他的时候呢 觉得你什么都好 打是金骂是爱 感到非常舒服 不爱你的时候呢 你恨不得他 死了 这是爱之欲其生啊 恶之欲其死 这都是走极端 咱们人要中庸 不能走极端 那为什么爱之欲其生呢 有些人呢 就爱一个人觉得他什么都对 什么说的话都对 这是极端 他是受了自己的蒙蔽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受自己的蒙蔽 所以孔子说要辨惑 辨别迷惑 有些人会说 我客观的说一句 我客观的说一句 你就不客观了 因为有我在里面 接下来孔子说 如果你做到了中性喜意 又不走极端 孔子就说 成不以赴 亦之以义 这句话的意思说 如果你做到了这些话呢 就是虽然不是游行的富有 其实你是真正的富有 因为你拥有啊 崇高的人格修养 和内心的安详 这是内心真正的富有 只不过呢 不同于财富的财务的富有而已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得 变获 也懂得有长远的眼光 好叫你所领导的事业 能够长治久安 祝大家周末快乐